我是玉琴 今年報考了鐵木特考的佐吉機械工程 那因為我在報考的當下還有同時在工作 所以我就選擇了行動學習網的線上課程 這個課程它除了所有的科目都有之外 它的課程期限可以使用一年 我覺得就很方便了 今年如果沒有考上的話明年還可以再繼續使用 我因為結婚的關係從台北搬到平東來增加 那那個時候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數位設計的科系 在平東這個地方其實不太好找工作 我當時是找了一個老拍美工的工作來做 可是做了一陣子之後覺得很厭實 一直都領最低的薪水 然後每天都一直趕著 因為那時想要趕快換工作的關係 剛好在臉書上看到行動學習網的報名廣告 就評估了一下像鐵木特考這種它只有四個科目 而且又都只有選擇題的話 這樣子準備起來也比較快速方便 所以呢我就報名下去了 中指鐵木特考它是一個相對穩定 那在南部也比較 薪水也比較OK的一個工作啦 那我一開始是想的比較簡單 那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念書 下班就看出什麼安安靜靜的念 所以等考完之後如果有考上 我就跟老朋友說我去幹什麼 然後如果沒考上的話就是 反正課程可以用你念 我就在一起去念 那我認為這一本科考試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 主要不要排斥想要考的科目 其實好像我自己是不討厭從學習 所以像機械圓筆這種 我需要一些計算的科目對我來說不是太大的問題 再來就是機械製造的部分 就把它每一個製程把它備好 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用行動學習網的部分 線上去跟老師尋回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Youtuber去找相關的影片內容 你都看它清楚 會比較好學習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在上班 不太可能去配合實際現場上課的狀況 所以我就決定要選線上教堂 那我可能是比較兩三間的線上課程 以及線上課程 那我覺得行動學習網它的一部份內容 還有畫面的呈現 我覺得最適合的表情 我個人是蠻喜歡國文的理人老師 還有公民的國文老師 因為他們兩個上課都是比較活潑 然後聲音又非常鴻亮那種類型 完全聽課的過程都不會想睡覺 還蠻有趣的 再來就是他們都會整理說 很實用的一些筆記啊 或是那種表格圖片 他們都提供了蠻多讓我去記憶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老師 對我幫助還蠻大的 像我自己準備考試的話 我是覺得如果很煩 或是念不下去 就不要比自己念 那我自己平常會看一些 遊戲實況 或是貓的影片 我自己也有在玩手 所以我等到覺得很煩的時候 我們就轉換心情去做這些事情 等到自己覺得放鬆了 很有心情念書的時候 再回來念就可以了 今天不管你是有點想要考試 或是歷經報名 都努力的好好去念吧 因為就算是給自己的人生一個新的機會 可以轉換一個不同的跑道 可以離開原本可能受夠我的環境 所以就努力的去念書吧